66霸函运动在高雄市遍地开花 根据媒体最新民调 有50.2%的民众表示一定会去投票 其中又有74.4%会投下同意罢免票 占总样本三成七 以166万选举人数计算 同意罢免票数将能高达61.9万票 跨过霸函成功57万票门槛 民众也并不因为向民调的乐观而不投票 反而大家有危机感还继续在拉票当中 所以我们认为还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想要翻转不被罢免的这样的情况 机会越来越小 韩国瑜做错的事情当然就是说 他在承诺高雄市市民 他当选以后不会那个 然后结果他后来因为很多民意的支持 他就动心起念跑去选择总统 就连同党立委都认为 选总统是韩国瑜最大致命伤 民调显示同意罢免韩国瑜的民众 有近半数45.6% 不满韩国瑜背弃责任政治和诚信原则 就任四个月就落跑选总统 有22.5%的民众则认为 韩市长荒废市政效率不张 还有13.7%认为韩国瑜不该逃避议会监督 另外有15.1%的民众认为 韩国瑜发言不谨慎 损及城市和国家形象 他应该要珍惜市民给他的机会 好好的在高雄市表现 这么快就要背弃高雄去选总统 当然会引起很多市民的不满 还有两年多嘛 做看看真的做不好 你不要让他连任嘛 那你也让他表现 他说这四年就这四年 虽然他前半年没有那个 韩市长对市政用不用心 高雄市民都看在眼里 包含其中口韩国瑜市去市流外界都在看 记者综合报道